公元前二五一年 中国战国时期 秦国 五十三岁 且已并入膏肓的安国军营柱 终于登上了王位 王后华阳夫人 出身楚国米氏王族 虽深受秦王宠爱 但一生未有自私 便收养了偏非夏基之子一人为养子 并册封为太子 义人又是因生母夏基失宠 在秦王二十三个子女中最受冷落 被作为人质送往赵国 精明的大商人吕不韦 精心谋划 将美女赵基嫁于义人 不惜重金就义人只身逃回秦国 并说服华阳夫人 收义人为养子 义人终于当上了太子 但华阳夫人 却对滞留赵国的义人之妻赵姬 及妻子赵正的身世 产生了深深的怀疑 更使人意料不到的是 刚刚登基的秦王突然病危 太子义人倾刻间 成为秦宫内外 与东方六国关注的中心 而最为急迫不安的 莫过于王后华阳夫人 与太子父吕不韦了 七年 七年 整整七年 上天 上天 你真有眼 你不负我吕不韦一片苦心 上天 你给了我机会 我向你发誓 天不负我 我不负天 你带着你 你不负我 你不负你 你不负你 你不负我 你不负你 你不负你 我可以负你 你不负你 你不负你 姊姊 下臣樊无机 精选出十名武士 请帮后过步 人不要多 只留五人 只留五人 生者留下 殺他 殺他 無謀 下臣樊烏鳴 已經 五名五世 請王掏 過目 樊將軍 情勢緊急 顧不得查清實情 這關係到 大秦社稷的歸屬 僵肯真錯殺 也要… 下臣明白 快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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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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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清楚了 下官看清楚了 确实是吕不韦 好啊 他果然来了 顶住他 一定要找到那个秦国小崽子 抓不抓 抓 是 快去接应司空大侠知道了